好 国际焦点要带您来看到是英国首相常生的无协议托欧案 遭到了国会否决托欧事宜迟迟没有下文陷入到僵局 现在看起来欧盟也失去耐心了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欧盟官员对于这场英国托欧大戏感到非常挫折不耐烦 再加上英国内部的托欧谈话缺乏进展 现在法国也扬言要否决英国延后托欧 英国托欧事宜迟迟没有解决方案 同为欧盟成员的法国失去耐心 不耐烦英国托欧谈话缺乏进展 法国扬言要否决英国延后托欧 不会每三个月到了就让英国继续延期 英国首相强生的无协议应托欧遭到国会阻挡 英国国会日前通过扳恩法案 如果强生无法在十月十九号前跟欧盟达成协议 就必须请求欧盟延后托欧期限到明年一月三十一号 英国财政大臣贾维德表示 强生在十月的欧盟峰会 不会要求延后托欧但会努力取得协议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接受电视台访问 也强调强生不会在英国托欧事务上违反法律 并表示英国跟欧盟谈判已经有进展 尽管英国政府信誓旦旦 但托欧事宜搞得一团乱 日前英国就业大臣鲁德还因此请辞 可能就怕引发骨牌效应 强生将飞往都柏林跟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见面 证明自己的托欧计划仍在轨道上 国际中心宠还兵